中文人壽香港超級聯賽的榜首大戰來到大埔運動場 大埔主場暴陣見到兩位老友先禮後兵堅Sir和盧比杜叔叔 大埔繼續穿起他們主場綠色的球衣 而東方今天作客是全白球衣 但雖然作客是反客為主 上半場的初段他們按著大埔來攻 這個球不先出現入球 是要感謝謝家榮 余作賢這個角球開出來 小估不到有大埔的守衛自己助攻 幾乎被丹尼爾保重射死 幸好一個頭錘一個勁射 都是被謝家榮救出來 接下來一個機會把握不到 不要緊,還有更多機會 東方在上半場的初段佔到明顯的優勢 這個第一時間的全中很漂亮 上半場在初段看到東方的攻勢集中在左路 左路已經夠吃了 馬高斯這個球出來 沒想到巴科爾 竟然在兩個高大中堅之間 握到一個漂亮位 頭錘頂個彈地 當時只不過是9分鐘 座下的東方領先到1比0 本來在上半場看到大埔整隊球 好像半碎半繩一樣 應該東方可以增添紀錄 但他們沒有把握這個量機 其中一個馬高斯山道士 在上半場比我們看到的瑕疵也不多 落後的一球之後 大埔難得找到一個攀平機會 盧卡斯自己摘位不射 按出來很合理的 以高薩托利 湧上來第一時間來個撞射 如果不是葉蒙輝反應夠快 這個球可能大埔上半場都已經攀平了 以高薩托利的一個黃金機會 未能夠把握 接下來 後上的李家豪又有另一個機會 扎位估不到 用很少出的那隻 施加佐Q 射個勁波 是差點角度比較狹窄 所以 楊鴻輝說 淡定淡定 都還未害怕 接下來 也看到 再一次出現在馬高斯山道士的脫漏 帶起了這個 吳宇熙幾乎給他在上半場 增添到紀錄 但是謝家榮 這個玻璃也有上街的演出 又被他攔阻 大家互有攻守 這個局面在上半場的後段 就慢慢形成了 而且 令堅Sir 生氣地回到更衣室 因為最後這個頭槌頂中橫眉 隊長加比熱未來的修復失地 下半場 堅Sir很快 當機立斷 換入陳兆君 和尼高拉斯 真的令到形勢 會有些改變了 而 伊高薩托尼 擺過去 踢左手面 他亦如魚得水 這個球由他拆動 在禁區內 這麼窄的位置 盧卡斯 倒掛打不成 不要緊 以為後面的尼高拉斯 幫我搞定他 誰知道 尼高拉斯 一個相對容易頂的頭槌 竟然是頂高了 難怪他自己 都拿著自己的頭髮 哎呀頭到頭 你這麼不聽話 不要緊 還有機會 真是打過去左邊的 伊高薩托尼 出腳球 嘩 真是找尺度 那種 幫這個馬卡雷娜 製造了一個機會 在下半場的11分鐘 追成平手 好了 一路 感覺上有些隱瞞的大步 在追成平手之後 把形勢慢慢扭轉下來 再一次看到 差不多影印一樣的傳中球 不過今次換了尼高拉斯去斬 馬卡雷娜這個球 再沒有吃得那麼厲害 否則 真是誰說不可以 反超前有可能的 接下來東方都已經懂得鏡 你加快了 我亦都加快了 你換人 我亦都換人 結果在右路的攻勢 看到有明顯的增強 這個球 可惜 最後巴科爾 頂得不夠力 無心寸土必爭的 鏡頭在下半場 完全不缺乏 哇 你看這裡 多逼人 余再營 掃了球 結果 令到隊長 加比爾 做了一個 真是蠻蠢的決定 他出手 拔人 不知道是不是忘了自己 已經有王牌 結果 在保時階段 再拿一面王牌 幸好剩下的時間不多 但是大埔十人應戰 下一場波 還要沒有了加比爾 最後 雙方一比一 握手 炎和 露比杜 還有李志堅 炎兆眼眼 大家都失了兩分 最後幾路 一比一 什麼 炎兰 人 剛剛 讓大家 還不是 很多 時 跟我